大家好 譬如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 然后我还问了中国国内的有几个在边上的出了一事 啥事呢 就是首先是在浙江 习主席根据的 是吧 习主席的根据的都在浙江 我们都知道 今天中国国内欺负老百姓的主要是所谓的浙江新军 包子弟的派系 以前只有江河派和面瓜派 就是所谓团派 后来又出了一个浙江派 浙江派就包子派 哎呦呦 有人说就让习包子干吧 别再搞一个什么别的人了 汪洋或者是什么人 或者是搞什么别的 又出一个派 太多了 是不是 每一个派都要割韭菜 老百姓真的没日子过 还不如让习包子一个人玩算了 但是习包子玩是玩 玩是玩啊 但是这个东西就玩下去 这不行啊 是不是 包子做事情太邪乎了 是吧 说多了都是累啊 说这个浙江那边有东北啊 东北边有一个城市叫舟山 哎 说今天刚刚出现的是啊 现场是什么火光冲天 你知道吗 好像有什么东西炸了 真的特别吓人 推特上有人已经转载了啊 我觉得现在在中 在了解中国的情况 你必须要跑到这个国外才看得到 雪不拉吃的啊 雪不拉吃的 真的很吓人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炸 一般情况下 整个天空都变得红 呼呼的 红通通的 红的特别吓人 像雪一样的 你知道吗 很吓人 到出什么事了呢 没人知道 知道吧 因为我就赶紧问了 浙江那边的有些个熟人啊 因为舟山那边有一个地方 叫沈家门 是吧 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亲戚 我还去过一次 是个渔港 知道吧 应该如果说是没有共产党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日子很好过的啊 我听听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 说以前什么的七级光 抗什么倭寇啊 其实就是沈家门 就是舟山那边的人 跑到海里去打鱼 知道吧 完了以后呢 清朝的人那时候进海嘛 是不是不让你出海嘛 因为他要封闭嘛 就跟今天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强样的 就跟你一出海 你就不回来了 是不是 你就不 管不到你了 不行啊 所以干脆所有的人都不能下海打鱼 所以有些人 你海边的人 你这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你不让我下海 我吃什么呀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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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样子 出去去去打鱼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 完了以后朝廷呢 就以这个剿灭窝口的名义 其实是剿灭自己的老百姓 所以中国的历史都是狗糙毛的历史 你知道吗 都是七级光就是就是一个什么杀自己 杀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柜子手 一个垃圾 但是我们呢这些人呢 哎呦 真是被被被人骗了帮人数钱啊 所以我说过就是不要搞什么历史叙事 首先历史不能改变人心 因为人心在前历史在后 是吧 第二 你过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由统治阶级书写的 你搞历史干嘛呀 你去看西方社会啊 西方社会有没有历史呢 有 像波罗戴尔啊 他只是什么呢 他历史只是一个材料 他把历史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分析框架里面 比如说社会学啊 政治学啊 是不是 西方人比较讲究什么呢 讲究思想史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讲 去去分析思想史 思想史是什么意思 就过去的人是怎么想的 而不是说过去的事实是什么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嘛 所以你去看那个你看那个法国有一个 我推荐过无数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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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家 政治学家 托克威尔是不是 他跑到美国去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 他根本不像一本历史书 他是一本政治学的著作 但是里面有没有历史 当然有 历史只是一个事实 就好像你盖一个房子 历史只是几块砖头 几个木头 几个门而已 你完了以后 你说啊看不懂未来 我看历史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有几块石头 有几块砖头 你就是个房子吗 那远的呢 是不是 哎呀 所以这个周山这个地方啊 我是有点有点印象的啊 不扯远了 我们扯回来 说现场火光冲天你知道吗 哟哎 真是 然后我就问了这个周山那边的我的这个亲戚啊 他们说也不知道啊 他们都看见了 知道吧 说特别的吓人 真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今天呢 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有一本书啊 小仙之书叫《约尔书》 你看他这三十节句怎么写的啊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雪 有火 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真的 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早上就看了啊 我现在这会儿看到这个浙江周山这边 真是的就是有雪有火 那个天空的颜色是雪的颜色 那天空的颜色是这个什么火的颜色 那天空的颜色是烟柱的颜色 真的 这会儿的话 现在才6点多钟呢 是不是 才5点多钟呢 北京时间的话 应该是5点多钟 还不是怎么 夏天要8点钟才黑呢 那整个天空都已经变黑了 你看到没有 因为火一火一 这个天空的红色一覆盖嘛 阳光就照不下来了 感觉到都已经是晚上的感觉 其实灯都打开了 你看到没有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啊 哎呀 就就就 让人觉得是黄黄染夜 真的是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真的我就看到这个花火 然后我就心里去挖凉挖凉的 我就赶紧跟跟那边的人问了一下 怎么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不知道 说是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啊 说是包子里在这边在搞事 搞个什么事呢 说这个浙江和上海这边的好几个这个方舱医院 你知道吗 他都是这个什么 都是建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大量的被感染的人 他搞的 因为周山那边是个岛嘛 是不是 周山市那边 他说相对比较好管理嘛 所以搞的人太多了 现在呢 就是怕这些人呢 到时候又怎么滴怎么滴 干脆又一把火烧了 如果是这样子也太可怕了吧 是不是 反正现场火特别大 说包子里在毁尸灭迹啊 在在在在搞一个巨大的罪恶 真的 包子里能不能搞这个事情呢 我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以他的那个德行 他真的搞得出来 哎呦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太可怕了 还有人说是 是不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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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军队的什么什么军舰呢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炸了 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推特上有些人呢 他们也是莫名其妙的 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啊 开玩笑 是东方红啊 东方又出了毛泽东啊 你看红了嘛 是吧 习近平也是啊 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习近平的人嘛 故意在这个地方搞了一堆的红色的灯光 把整个天空染红了 就是制造一个照头啊 就这个照头好啊 红通通嘛 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嘛 红色在中国 它是个喜气的象征嘛 是个东西 它跟这个圣经传统不一样 就是我说这个圣经传统说这个 比如说幼儿术里面 他想说月亮要变为雪 日头变为黑暗 天空有雪有火有烟柱 这是一个凶罩是吧 这是大灾难的象征 但是呢 共产党呢 认为红通通的天空呢 是一个急罩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我看他们是这么说的啊 说是包子里的人嘛 故意在浙江这边搞出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哎 说是什么呢 是 是为包子里接下来啊 要搞这个这么当大官啊 要那个什么啊 制造点喜情的色彩 最近一段时间 牛脸不腻啊 照头不好 搞点东西啊 这是一个说法啊 说是什么什么什么 故意找了这个 找了这个当地的官员 搞了这么一个红色的探照灯 在海上一通狂扫啊 扫的天空红了 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 因为共产党 习包子他们这帮孙子 因为没有文化 他就喜欢搞这些事情 但是探照灯 不能把天空扫的那么红吧 而且呱呱呱呱现场啊 那个那个有爆炸的感觉啊 但是还有一些说是雪光之灾啊 天朝大雄之兆啊 还有人说是长春长沙 山东大部分大年都气候异常 五台山呢在下雪啊 周山这个闪动的红光在几秒之间就消失 这是一个大灾难的象征 还有人说是红朝末年异象频出啊 讲道理 我现在现在是变天前后的这个不祥之兆啊 呦呦 还有人说赶紧报警啊 是不是还有人说是异象啊 是吧 天降异象彼有大事出 啊 比有妖我子出 哎呀 这个东西就是 但是我这个种种的说法里面呢 啊 我是听浙江那边的本家人说的 他们说就是当地有几个方舱医院 啊 他们甚至说这个 建这个方舱医院的时候啊 有人说建在苏州嘛 是吧 有人说在上海什么什么体育场嘛 大量的其实是建在海上的 真的 在船上面 或者在一个很 基本上没什么人住的小岛上面 就把人就就就就就就就陷在这里 就让他自生自灭 说现在这个中国国内 不管是浙江还是上海的压力太大了 还不是把这帮人都一全搞死了算了啊 完了以后呢就去去去西包子 就和不住了嘛 如果这些人又回来 那咋办呢 又又开始折腾起来了 完了以后干脆就把这个这个毁尸灭记嘛 完了以后就是宣布啊 呃就就就就熬到头了 不玩了是吧 因为现在压力太大了嘛 你没看到是从北京到各个省都不听包子里的话 这个话题我们也说过了啊 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反正生活在中国的你不知道哪天会遭遇什么大难 每到这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事情 比如说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时候 他自己自知啊 性命难保 然后又在云南那边杀人 是不是搞一通人在这个火车站乱砍 比如说北京这边出事了 突然在天津就有巨大的爆炸 哎这种事情经常出现的 你他就是个无头暗 你知道吗 你根本就永远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所以生活在中国 你你你你真的你很有可能躺着中枪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 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啊 我就觉得啊 哎呀 其实今天好多特别的日子 首先是一个主日 完了以后呢又是个母亲节啊 是不是 但是中国人哪有这些啊 因为天天都是灾难 天天都是末日 真的可怕 那周山全岛火光充电啊 天空被彻底染红 有人透露是包子在毁尸密集啊 还有另外的说法 说是不是一所巨大的什么就是一个军军军军炸了 知道吧 还有人甚至说双方有人在那里打仗 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是网上说的 我听到的本地人说的是 有可能是方舱医院一把火啊 给烧了 是这个事儿 啊 这个东西经常搞的 每年到年底以后 个体的凉酷都起火 然后天空都被染红 这种情况也也也也有出现的啊 哎呀 说多了都是中国老百姓可怜啊 谢谢